假设平面坐标上有一点A点是3-1 那我们先把它画出来3-1 所以我们的A点在这边 首先先将A点向左边平移五个单位 向左边平移呢就是我们的X坐标 好X坐标从3 向左边移呢那就是负的 所以3-5就是等于负2 接着我们再向上平移四个单位 向上呢就是我们的Y坐标 向上是正的 所以我们的Y坐标-1再加上四个单位 所以我们的Y坐标呢就会是等于3 好我们可以从图来看 向左呢平移五个单位之后 再向上移四个单位到达了这个点B 所以我们的坐标是不是就是-2-3 和我们这边计算的一样 所以我们B点的坐标就是-2-3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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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